两层学生网路成瘾 国内首创防治中心 你在非工作状态下 如果每周上网超过42小时 就小心成为网路成瘾一族 现在很多年轻人严重网路成瘾 导致行为偏差造成社会问题 像这个高二男同学已经挂网10小时了 这位大学生每天上网16个小时 哇 精细程度了 还有人因此人际疏离 彰化师范大学今年2月做了一项调查 发现国内学生有2至3层有网路成瘾 小三至小六生成瘾比率18.8% 国中高中生20% 大学生22% 网路成瘾程度直比韩国 成为全亚洲第二 不过家长们别担心 网路建议也开辟门诊了 医界和学界结合的中亚联大网路成瘾防治中心 昨天正式启用 亚洲大学负责青少年网路成瘾预防机宣传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专者门诊与防治 这位不上网就浑身不安 烦躁的谢信大士生就到中心求助 网路成瘾处影响健康 网路成瘾处影响健康 他比较有不安全的医护的感觉 他的自我效能比较低 然后易冲动的 强制不上网会出现像酒瘾或读音者 进瘾过程中情绪不定的脱影症 初期可透过心理直伤 如果情况严重就需配合药物治疗 董新闻台中报道